欢迎收看第四十期的 最近这个白问更新是非常稳定 每周一期 因为近期的新手机比较少 OK按照惯例还是先来汇报一下 我们测评视频的进度 我们是更新了三款Kindle的视频 然后又上了一个 最近刚刚发布的荣耀node实力 一个快速体验 对这个所谓的CPU Turbo 给大家做了一个先机的演示 另外我们也计划的视频 有老iPhone与新安卓 也会在这两天上线 我们下面的一个视频计划 是大屏手机的对比 就是有这个Mac 3 然后还有就是Node 10 OK这个就是我们近期测评视频的一些情况 刚好多屁话少 看看第四十几百问 大家都有什么问题 谁上电视了 马上开始 第一个问题来自微博的小伙伴 哈奇小音 小白小白 摩托罗拉在8月2号发布了 能搭载5G模块手机的摩托Z3 这都有手机搭载5G了 要是今年买的手机之后 不支持5G了 该怎么办呢 5G马上就能够使用了吗 并不能 今年在下半年的时候呢 这个我前的新闻呢 说是会做一些商用的测试 在几个城市 但是大规模的5G上呢 我估计应该会在明年底 甚至后年啊 因为从这个落地测试 到整个的所有的生态 所有的产业都在同步5G的话 是一个比较漫长的过程 另外呢 永远要记得和相信 那就是硬件迭代和软件更新 始终是同步的 或者说差别并不是很大啊 比如说硬件这边 5G的手机还都没有呢 或者说5G的整个的技术 还都不成熟呢 虽然说有了5G的网络 但是也并不能大规模的商用啊 摩托罗拉这台 这个Z3呢 应该就是一个噱头吧 反正国内呢 不需要担心 OK 下一个来自百分为微信公众号的小伙伴 咪里什么样的 小白我最近发现 同事和长辈都在使用好一手机 在800到2000单位段 感觉华为的性价比 没有小米没度高 而华为手机销量却在不断增长 难道华为卖的是情怀吗 华为现在超过苹果 一跃成为全球手机销量第二 其优势是什么 你们都用了什么手机 我们这儿用的手机 只有一台华为 就是老张 老张老张啊 可能是数量比较大了 卖的是情怀吗 这肯定不是啊 这个在技术上呢 华为一直是探索的比较深 做的还是确实比较好 像那个今年的三摄 技术上面的这个投入呢 一直是华为非常大的一块 就是研发成本上 这也是他之所以能领先的一个特别重要的原因 这个不是说什么用情怀啊 但是呢也必须承认 华为的整个的受众群体呢 是偏向于年龄稍微比较大的 性价比比较高呢 确实这个年轻人的这个消费能力啊 或者是学生的消费能力啊 拿出来做卖点 这个用上这个玻璃就不怕摔了吗 康宁大新的玻璃呢 确实是目前所有整个行业来说啊 这个在玻璃方面 这个做的最好的科技含量最高的啊 而且比较耐摔 但是你说的这个OPPO R17会不会首发 这个我不太知道 但是下边发布的手机应该是叫R17 OPPO这边呢 确实跟这个康宁是有比较深度的合作的 基本上康宁的这个新玻璃 奥迫这边都会第一时间首发 这次的这个第六代啊 据说是能摔15次 但是这个劲儿赶寸了一下估计就碎 这也是历代大新型玻璃的一个特点 另外还有一点啊 就是这个确实是比较耐划伤 就是有的时候你可能碰到一些细小的划纹 这个多半就是涂层划坏了 一般比较深的那种划痕 是不太容易出现的 如果特别深的话基本上就碎了 就再也不怕摔了吗 一定是怕摔的 什么玻璃它终究是玻璃 OK下一个是来自微博的小伙伴BH散散 这个你好小白 我用的是iPhone 6 Plus 不知道为什么充电速度越来越慢 平时喜欢边充边打游戏 是这样伤害到手机电池 造成充电速度越来越慢吗 并不是 用12瓦的iPad充电头真的没问题吗 网上说毁电池啥的 有点担心过来问问 用12瓦的iPad充电器 这个官网都有标注 iPhone苹果的官网都有标注 是可以给iPhone进行充电的 这个是都没有什么问题的 你这个多半是iPhone 6 Plus年代比较久了 电池时间比较长了 它自身的损耗比较大了 建议你去换一个电池 应该就没有这些问题了 其实电池的技术 虽然说最底层 就是电池容量 充电速度上并没有什么太大的技术革命 但是整个的电池 手机电池 还有充电方面安全的 这些措施都是做的非常完善了 至于什么边玩边充 会伤害到手机电池 或什么iPad充电头什么的 这个都不需要担心了 之前在我们的白云微信公众号上 做过一篇专题的文章 就是讲解你的手机 为什么会充电越来越慢的一个全面分析 也可以帮你解决一下这个疑惑 如果你的手机也是充电越来越慢 在我们的白云微信公众号 后台回复充电这两个字 可以查看一下 OK 下一个问题是来自B站的小伙伴 青砂汇宇 巨龙如药Note10发布会上提及到的 The name 夜冷散热技术 到底是不是噱头和首款搭载 夜冷系统的黑砂手机 相比谁更强劲呢 首先要回答一下 夜冷并不是黑砂先上的 而Note10上采用的是 铜管夜冷的散热方法 这个简单来说 就是假如这个是铜管的话 发热然后由铜管导热到其他地方 就从上面然后导热到了下面 大概是一个这样的感觉 铜管内部呢是存在少量的液体的 这种液体呢就是填充的水 还有泥米的混合物 这个降温呢 有一部分是铜管散热的功劳 另外有一部分也非常得意于Note10体积很大的 这个功劳 因为体积大的话 它这个内部的散热空间就会大很多 这可是一个7寸的一个手机 6.95寸 散热上面并不需要太担心 在单纯的散热这一块呢 黑砂的这个经过我们的试测 确实是效果不怎么明显啊 没有Note10这个来的更明显 之前三星和索尼呢 都有过相关从散热的手机 但是呢 之前的技术可能不太成熟 效果并不是特别明显 OK 下一个是来自白微星空号 小伙伴清静时光 小白小白华为下人技术 一个接着一个 首先是华为的GPU Turbo 到现在的是CPU Turbo 这又是营销口号呢 有什么明显的提升作用吗 CPU Turbo呢 在我们RAW Note10这期视频的快速体验中呢 先期测试了一下 效果呢 真的是不怎么明显啊 基本上没什么感觉 我感觉这个CPU Turbo 相对于GPU Turbo来说真的感觉就是找了一个营销噱头的意思啊 这个GPU Turbo确实在这个游戏初期的时候是有这个明显的改善了 但这个CPU Turbo更像是一个满血的加速键吧 就是玩游戏的时候让这个频率呢不会降频 然后呢因为它散热做的也比较大 体积也比较大 降频情况就没有那么厉害 OK 下一个是来自微博的小伙伴 西月矮 请问一下小白优先里面更换全新主板屏幕电池的iPhone 8 Plus 还有防水防尘的吗 最近呢我们小白优品商城呢 是上了一些官方修过的这个手机 也是流放到市场上的这个二手机啊 这些手机呢都是通过这个苹果官方维修过的 然后再流回到市场的一些机器 维修过什么东西呢 上面全部都有非常详细的罗列 这个是官方品质维修过的机器 也是明确的告诉大家 至于这个防身防水呢 不能说是一点都没有了 因为官方修过来之后呢也会打交 但是也要明确告诉大家肯定是没有绝对原厂的 就是刚一出来的时候那么效果好了 毕竟它已经拆过一道修过一道了 当然价格上面也确实便宜很多啊 也是有利有弊的 OK 下一个是来自B站的小伙伴编号C685的和尚 这个玩具龙这停售很久的红膜换了个壳又开卖了 现在降价之后和黑沙小米巴一加六 单纯从游戏方面来说这款手机哪个更值得购买呢 鸿膜这款手机呢在刚刚发布的时候 当时我们跟这个黑沙呢也是做了这个相关的视频 还是比较值得购买 但是现在都眼看九月份了啊 如果要是现在再买一个835处理器的手机 我觉得就不太合适了 因为毕竟你要考虑到明年游戏厂商对游戏优化的更新 它可能对这个处理器的要求更高 到那个时候来说835呢作为前年的这个处理器就显得有点落伍了 我觉得建议还是直接上845的手机 OK啊第四十七的白问就先和大家聊到这了 这个活动呢还是老规矩 上期中央小伙伴是他啊 赶紧快私信一下我们的这个小编聆讯的礼物 在咱们的白问微信公众号 你可以直接回复你的问题 下期让你上电视帮你解答 另外呢也可以采用我们的抽简啊 回复干货多屁话少 六个字我们将会随机抽起微笑半 送出魅族或者是小米的蓝牙音箱一个 OK第四十七白问就先和大家聊到这 下面的计划的视频呢应该大屏手机是一个 还有就是魅族16也是一个 还有就是三星的大旗舰要来了 我个人非常喜欢三星的Note系列的旗舰 再下面就是iPhone了 大家在9月份应该都比较老实 避一下苹果的风头 好了干货多屁话少 我们第四十一期再见 拜拜